好的 提醒您 汽車開車 千萬不要用手機 臺中市交通警察大隊提供影像 汽車駕駛還有機車騎士 開車騎車用手機 結果出車禍就是因為分析造成的 詳細狀況交給記者徐莫蘭 莫蘭請說 是的 主播看到畫面上專情 對人員來到小吃部進行查氣 當下老闆還裝得若無其事的樣子 而店內的工作人員是主意的被盤查 只是沒看到右側有機車直接撞上去 這些都是因為開車分心 用手機而發生的車禍 臺中市交通警察大隊就統計了 一百零九年自撞車禍有三千一百三十八件 其中造成四十四人死亡 多數的案件和分心駕駛有關 警方還說這個時速五十公里的話 分心一秒看手機的訊息 車輛前進的距離就相當於一座羽球場 長度約十三點四公尺 所以才會分心看手機一下下 轉頭再看前方就會來不及反應撞車 以上就是所掌握的情況 主播